尼泊尔位于西藏高原和南亚赤大陆之间 位于山谷之间的加德满都是尼泊尔文化的发源地 来到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之草 机车喇叭声和小贩叫卖声此起彼落 它的空气污染严重在国际上是出了名的 然而这座城市就像一幅纷乱的3D画作 多凝视几秒就会浮现不同的风景 穿梭在迷宫一样的街道 无论是钻进小巷弄看小朋友打板球 城市面积不大却住着形形色色的人民 站在路边看工匠一笔一画勾勒着佛头 静静地看着这些日常的风景 心里总觉得暖洋洋的 加德满都最有看头的 当然还是那些名列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古迹 加德满都旧皇宫帕坦杜尔巴广场 印度教神庙帕斯帕尼纳神庙 还有尼泊尔最大的西藏佛塔 伯纳纳大佛塔 无论是印度教、张传佛教 都可以在这个城市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 来加德满都绝对值得您空住大半天的时间 什么事都不做就在庙里发呆 看着满天神佛庄严法相 观察信徒们虔诚的表情 或者聆听孩子的笑声 我们这才相信原来天堂都一直存在着 大家好,我是郭树瑶 一手掌握一周刊不止是周刊的 他现在又去APP啦 大家快拿出我们的手机上网搜寻台湾一周刊APP 免费下载的哦 所以大家就会想到大家 这样就可以随时随便关心到无论新闻的动态哦